北京时间6月5日晚 世界女排联赛 土耳其安卡拉战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中国女排面对 以小快灵和玩墙防守为特点的泰国队 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往上优势 以2比3遗憾告负 无缘4连胜 在告别了黄金一代之后 泰国女排已非世界境遇 这也让泰国队一度被视为 是中国女排在安卡拉战比赛上最弱的对手 但是泰国队的实际成色并不差 队里有7名球员在海外联赛打球 其中主攻查楚昂和阿耶查拉鹏 更是在世界女子第一联赛的土耳其俱乐部效力 而且泰国女排主力阵容 在一起磨合的时间也很长 彼此间很熟悉 配合相当默契 本届是联赛开赛之后 泰国女排先以3比0横扫保加利亚 3比2险胜塞尔维亚 接着2比3西拜比利时 显示出了较强的实力 而且韧性十足 本场比赛 泰国女排显然做了充分准备 相比起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 泰国女排充分发挥自身小快龄的特点 通过往前的快速移动 使得中国女排的往上优势难以体现 整场比赛 中国女排拦网仅得到6分 仅比泰国队多得1分 中国女排的往上优势 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得分手段 加上泰国队的防守异常顽强 比赛进行到决胜局时 中国女排已完全被对手压制 最终以2比3失利 泰国女排现在的打法 和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要求的两翼齐飞 中间加压非常类似 就是在确保一传的前提下 二传 副攻 接应和主攻军备要求 能打快速的战术球 而泰国队的技战术也很丰富 后二 后三 平拉开 加塞 冲进 长短背飞 都能很好的配合完成 此外 泰国队的拦网也有进步 比赛中多次拦死 中国女排的调整强攻 泰国女排对于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来说 也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2009年女排亚锦赛 当时第一次出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蔡斌 正是因为率队赋予泰国女排 引来外界哗然 加速了她的离职 不过 今非昔比 此次世界女排联赛 安卡拉战的比赛 全新组建的中国女排 整体上的表现仍可圈可点 之前 中国女排联迎荷兰 土耳其和意大利队 让人看到了 这支年轻队伍的希望 本场比赛 蔡斌率队再次赋予泰国 更多的是 暴露了队伍的问题 有利于中国女排清醒头脑 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可以说是为成长付出的学费 中国女排在 输给泰国队之后 排名下滑以为 跌回第三 目前美国以380分拘手 巴西基364分 升至第二 中国的积分为352分 接下来 中国女排将在土耳其 进行修整和训练 6月15日到19日 以及6月28日到7月3日 中国女排还要转战 菲律宾 保加利亚两地 对阵另外8个对手 全部比赛结束后 如果中国女排 能在16支球队中排名前8 就将晋级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